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動作我們就主要是做幾個 第一個就是先定義名稱,第二個的話就是利用什麼,conif 有沒有,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游標放B1 利用篩選 篩選裡面的話就是把這個地方改成只有1留下來 然後最後就是把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trl C 然後再到這邊Ctrl V貼上 A1的地方點一下,Ctrl V貼上 那如果我說呢 你希望像剛剛還是要做好多個動作才完成,那如果你希望把它變成按鈕按下去就完成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個啦,最後清除怎麼清除,游標放這裡,Ctrl Shift向下 Delete掉 錄下來了,假設錄製劇應該還記得吧 那如果我把它錄完之後呢,其實就可以變按鈕了 比如說我剛剛的動作,我就把它錄下來變按鈕,按下它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那你會發現喔,它這邊呢,就會把剛剛的事情重做了,就完成 那清除的話呢,一樣喔,就是把這個東西清掉 就清除掉了,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延續 我們這個 上學期講的 錄製劇集 那怎麼錄製喔,跟各位 再 重點提示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 你必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請你先彩排一下 再錄製 那彩排的話,我剛剛講喔 先確定幾件事 你 必須 將來要注意一下說,因為它是三個工作表 那將來的按鈕會是在這裡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的按鈕在這裡,你必須從這邊開始出發 也就是說你不能直接就切過來了 不行 你一定要先停在這裡 點一下 因為點一下這個動作才會被錄進去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所以我demo一下 1 就是說呢,確定是不是在這裡 然後4的話,我們開始囉 第一個動作 點一下查詢名單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有點NG的,因為這個要先把它恢復好了 其實不恢復也OK啦,恢復比較好 再再來一次喔 1,優標先點過來 2的話呢 再把優標點在B1 因為要把公式輸入到這裡 但是如果裡面本來有公式要不要清掉呢 其實不用啦 因為只要打勾就可以 優標再點到這裡打勾 然後呢 讓它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就是這邊空點點兩下 有沒有 就完成第一個 就是 康里福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篩選 優標放上面 篩選 然後呢把它留下E 按確定 然後 再來就是優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trl C 過來之後 Ctrl V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 基本上你就 彩排過 然後我們來 實際上就把它錄製了 所以 錄製的話 我先把我剛剛錄的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做一個 我就把它先刪掉 這個 然後我先把它移掉 移掉的話就是把這個模組 把它什麼 把它要不要匯出不要 把它恢復成 如果你們假設 原來的空 應該是空白的 然後我做一次的話 在錄製聚集 名稱的話叫做黑名單篩選好了 按確定 確定就開始 1 點下 2 優標放在這裡 3打勾 4的話快點兩下 5的話就是 優標放B1 資料篩選 然後把它留下1的 在 選要的 選要的A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 再到查詢結果的A1 A1就點一下A1 Ctrl V 完成了 OK 再回到 開發人員裡面 記得一定要停止錄製 因為這些同學 很常忘記停止 如果你沒有停止 他繼續錄就錯了 OK停止 好那再來就清除了 清除的話就是 錄製 我一樣彩排 應該比較 比較簡單 錄製 然後這邊的話給一個 清除 按確定 A1 然後呢 1 游標放A1 把底下全部清掉 Ctrl Shift向下 整個選起來 然後按 清除 那就停止錄製 OK 那我們就錄下了總共這兩個聚集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兩個 在聚集裡面看一下 一個兩個 有了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 按編輯就可以看到程式了 如果不看的話 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按鈕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黑名單篩選 然後 等於點他就是剛剛那個動作 然後呢 上面的名稱看有沒有改 要改的話你就把這個名稱複製 按確定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 改一下 改成叫黑名單篩選 那一樣的道理 把清除也改一下 清除 這個點一下然後指定他 那試試看有沒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沒有錄錯 試試看 他要切過去然後跑 過來知道有沒有 有了 那清除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 完成 這個錄製聚集的動作了 那最後的話呢 記得 還要 做幾件事情 就是呢 再到黑名單篩選裡面 把它編輯一下 為什麼要編輯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是我剛剛做的所有動作 但是 上面沒有任何的註解 所以看起來蠻辛苦的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錄下來的每一行程式 就是你剛剛滑鼠 所做的動作 所以喔你會發現喔 最後請各位自行再到這裡 做一個註解 註解怎麼打 就看個人的敘述習慣 比如說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們剛剛是 1 郵標 點選查詢 名單 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喔 我就這邊 查這個 點選 這個後面加一個工作表 它叫工作表 有沒有 那其實在程式裡面就長這樣 叫 查詢名單 點選 OK 然後它點過去之後做什麼 然後它 郵標再放在這裡 應該是郵標放在B2 我先把這個先關掉 郵標再放在B2上面 所以 這邊一樣就註解一下 就 單引號開頭 第二個 比如說 郵標 這個當然敘述你可以用你自己習慣 不一定要照我的 那這個叫儲存格 儲存格 這樣子 有沒有 好那就是這一行 再來的話呢 就輸入公式 所以第三個 輸入公式的話 就是底下 所以 再輸入公式 有沒有 就這個動作 然後再來 向下填滿 這個是輸入公式 向下填滿就是這個 其實向下填滿應該是到這裡 這兩行是向下填滿 所以呢 請各位自行 再把這個後面 加上註解 那註解越詳細越好了 這個是自由發揮 這個是輸入公式 向下填滿 然後填滿之後的話呢 再篩選 有沒有這個應該這個地方就是篩選 5就篩選 Autofilter啦 其實 在那個 就是 Excel裡面 篩選 的英文名稱 就Autofilter 然後針對哪一欄 第二欄 哪個條件 就是一一的留下來 其實這一段 然後 應該就差不多了 然後 再來就是 底下應該是Copy啦 所以 對 底下這個 這一段 從A2有沒有 A2這個地方是說 游標放在 A2 然後向下選取 Ctrl-Shift向下就這個 然後Copy 然後再切回到查詢結果 所以這個 切到查詢結果在這裡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就是Pass 有沒有 那就完成了 所以後面這部分請各位自行再補一下 補那個上面的 名稱 那同樣的方法清除 把它加一下註解 好像我們做了三個動作吧 第一個好像是 游標放在A1 然後呢 Ctrl-Shift 應該什麼 Ctrl-Shift向下 然後再貼上 貼上應該是 按Delete 按Delete應該是這個 那至於說 那些相關的參考 這個上面的 敘述方式 你可以用你習慣的方式 都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說 你想多打一點字 也沒關係 反正呢 你可以打給自己看 當然字打越詳細越好了 因為我不確定說 你們是不是完全了解 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呢 那最後你就把這個練習存檔 然後並且繳交到Portle 那就完成 今天的練習作業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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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